孩子玩起衣袖打疫苗 5月2日儿童疫苗正式开打 不少家长赶紧带着孩子到现场 期盼早点增加保护力 家里有老人家 所以我会希望就是小孩有多一点抵抗力 然后因为再加上现在就是外面的 确诊数还蛮多的 所以就希望他有一点点保护力 所以我会让他大 目前国内开放让6到11岁的儿童 接种莫德纳疫苗 每剂剂量50为克 是成人剂量的一半 用量是打两剂 两剂间隔12周 国内约120万名儿童可以接种 但不是每个家长都放心 让小孩施打疫苗 我自己本身打完疫苗之后的副作用都很强 就是很不舒服 所以我怕我孩子也会承受这样的副作用 可能会就是好几天都不能去上学 所以我想要再考虑一下 我可能会选择BNT 效益虽然没有那么高 但是相对的副作用也不会那么严重 其实我也是很犹豫 到现在还是没有足够的数据去支撑以后 这个副作用的这个到底能够会变化到什么 还有不少家长想等待预计5月中到货的BNT儿童疫苗 因为剂量为10为克 是成人的三分之一 跟莫德纳相比确实比较少 有专家认为或许副作用会因此减轻一些 纵观国际目前儿童施打的新冠疫苗主要有两种 美国开放5到11岁的儿童接种两剂BNT 每剂量为10为克 是成人的三分之一 英国则让6到11岁的儿童接种两剂莫德纳 每剂降到50为克是成人剂量的一半 而根据莫德纳药厂日前释出的研究结果 发现4000多名6到11岁的儿童 间隔28天施打两剂之后 跟成人施打两剂全剂量的抗体浓度相同 副作用多半为疲惫头痛发烧和接种部位疼痛 至于外界担忧的心肌炎及心胞莫炎等严重不良反应 相较于青少年的发生比例 5到11岁的孩童更为罕见 除了疫苗带来的副作用之外 学者更担心的是他可能对儿童造成的长期影响 疫苗对于儿童在神经发育过程中间 它以后会产生什么作用 真的就是很困难 因为儿童刚好那个时候神经正在发育 我们必须要到12岁之后 我们的整体的发育才会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之所以加速儿童疫苗施打 就是怕抵抗力低的儿童成为最大宗的染疫族群 根据指挥中心的数据显示 今年初累计到5月初 国内0到9岁的男童确诊个案1万多例 女童9千多例 10到19岁的男性有9千多例 女性超过8千例 共有3万多位儿童及青少年确诊 大部分都是轻症或无症状 但目前已经发现有9名中重症患者 还有一名2岁男童因染疫而不幸离世 由此可见 儿童染疫所带来的风险不可轻忽 美国看到962位儿童死亡病例 在台湾就可能会有几十位的儿童死亡病例 他大概不一定会破百 大概不会破百 但是会有几十 这个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冲击 而且儿童万一生病的时候 说不定比成人还要大的社会成本 因为儿童一旦染疫他必须要在家隔离 家长会必须要照顾 如果将美国数据换算成台湾的比例 可能将有几十位儿童因染疫而丧命 但专家强调 根据美国统计 孩童得到新冠肺炎的致死率 以及中重症率都小于万分之一 虽然台湾目前儿童染疫的比例 控制在5%左右 而且轻症占多数 但如果坚持不打疫苗 染疫后的病发症可能更严重 包括像气喘肥胖糖尿病或是先天性心脏病 或是有神经系统疾病的这些小孩 他们比较容易在感染之后变成重症 虽然小朋友感染之后重症的机会很少 但是有一个是儿童特别容易看到的这个疾病 在感染之后 我们称为小儿多系统的发炎症候群 所谓的小儿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是新冠病毒的一种并发症 好发年龄层介于0到19岁之间 发烧会超过三天 会出现的症状有皮疹、粘膜发炎 心肌、凝血功能异常 急性肠胃道症状 甚至低血压、休克 致死率可达1%到2% 那他得到这样的疾病的话 他比较会形成所谓的 我们担心的一些神经诀病发症 那这个神经诀病发症的话 这个研究报告里面 他有提出来就是说 会造成所谓的第一个 他会有一些精神状况 打疫苗会担心副作用 但不接种又有染疫风险 到底要不要让孩子接种 不少家长仍在观望 专家期望中央将资讯透明化 同时不良反应的求助资讯 等相关配套也得同时到位 才能让父母做出对孩子最好的选择 家长其实也不要太过于焦虑 我们应该要理性的去关注一些 最新的资讯 疫苗在儿童有没有出现一些 比较让人担心的不良事件的报告 还有他的这个风险有多高 那种种这个考量 在同时加上自己家庭的不同的状况 那做一个综合判断之后 在疫苗到位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帮自己的孩子 做最好的决定 在这场与病毒搏斗的长期抗争里 疫苗是抗衡病毒的有利工具 要构筑更完整的疫情防护罩 不能少了儿童这一块 因为面对看不见的敌人 病毒谁都无法掉以轻心 看不见了啊 我们下期见 这是请问 我们下期见 在介绍 所以